這個冰河只有北美 南美沒有 最長的河流都是東西流向 都向東流不對 光是密斯斯蒂爾就是往南流了 主要山脈成南北走向 沒錯 二字題 答案選 洛基山脈 南北走向 安地烈士山脈 南北走向 所以答案共同點 答案選第四個 拉斯維加斯是著名的篤城位居 美國西南部的內華達南端的小綠 西街加州的死亡谷 南街亞歷山大大沙漠 東街大峽谷 處於各大沙漠的中央氣又炎熱 好 這個請問這個沙漠就是我們 北美 老師有介紹美國 就是我們洛基山脈擋住了 擋住了這個 我們西風帶來的水 所以它是在背豐面 背豐面就是在美國西南部 比較內陸洛基山脈的背豐面 所以這時候是遇在西風的背豐坡 所以二十一題 這樣一量少形成沙漠 二十一題 答案選第四個 二十二題 早期法國移民到北美洲 最主要是園什麼河 來 北美 從東部上來 兩條很重要河 聖羅倫四河 街五大湖 吳大湖對密斯四比河 所以答案選第四個 這都在考第一位置 這個你地圖不懂 寫起來就會很累 所以地圖一定要懂 好 北美的地形撲面圖 人口最主要分佈在哪一個 太平洋跟大西洋的沿岸 所以答案選B 這老師有跟你介紹 有沒有東岸有紐約 紐約 華盛頓這些在東邊 那西邊 西邊就是我們老師有介紹的 像洛杉磯對不對 洛杉磯西雅圖 就是在美國的西部 這個題目注意一下 好 二十四題 右圖為北美洲的簡圖 如果從甲走到椅 太漂亮了 這都是考地圖 二十三題 二十三題就可以讓你變照了 所以二十四題 他說從甲走到椅 甲走到椅 會先碰到什麼 阿帕拉基 然後到平原 然後在洛杉磯 所以零甲椅 零甲椅 答案選第四個 這二十三題可以讓你參考 你就很清楚了 二十五 小安到中南美洲旅遊時發現當地居民 好 注意 中南美洲因為是拉丁姆 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主要是西班牙的殖民 西班牙是什麼 天主教 你不要忘了 當時我們有學過 在台灣 台灣的歷史 他沒有學過 西班牙人傳進天主教 有沒有 荷蘭人傳基督教 所以西班牙他們信通是天主教 記好 好 二十六題 世界上哪一個地區的經濟活動 跟東南亞一樣 熱帶栽培業 熱帶栽培業 一定要有刺到穿過 所以西印度群島 西印度群島 這有刺到通過 刺到通過 好 所以答案是選第四個 答案選第四個 而且還有殖民室的地 殖民室的經濟色彩 這是熱帶栽培業 二十七 好 電影 阿波卡 獵逃以瑪雅文化 被 為背景 敘述主要被選中 必須 配合活人獻祭天神 而逃亡離去 以來 瑪拉雅民族獵殺的過程 請問如何在瑪雅 瑪遺跡 他這邊雖然講那麼多 最主要是問你 瑪雅文化在哪裡 瑪雅文化就是被 西班牙所滅的古文明 在墨西哥 墨西哥 瑪雅 秘魯是印加 這個注意一下 所以這是墨西哥的瑪雅文化 二十八題 老王在西印度群島的南方 從事 好 西印度群島 這個都一定要背替地圖 西印度群島的南方 就是加勒比亞 當然選C 好 這同學你一定要記好 哈德頌灣是維度比較高的 維度比較高的 二十九 小青在翻閱某D雜誌專題研究的時候 發現了一段文字 如柚圖 請問這可能是研究哪一個地方 好 他說 僅佔地球面積的2% 卻擁有地球一半以上的 野生動物植物昆蟲醫學界 認為這些 有助於治療癌症的食物 7%之生基因保固 那一定是什麼 熱帶雨淋區 熱帶雨淋區就是亞馬遜 亞馬遜河 所以答案選 第四個 好 三十題 位於北美洲五大湖區南方的芝加哥 美國中部大城氣候有什麼特徵 因為它在中間 好 所以中間就是在我們 來 注意喔 因為它在北中部大城 注意 中部大城有一個特色 夏季 他說夏季迎溪風 不對 因為 它本身的 氣邊被 三擋住了 所以它沒有迎溪風 那颶風 颶風是在南部 墨西哥 颶風還不會吹到墨西哥 好 所以在冬季的時候 有寒風直驅 因爲什麼 因爲 來 這個題目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爲在 美國的山脈都是南北走向 阿帕拉基 對不對 洛基山脈 所以北方下來的寒風可以直接吹進來 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冬季寒風直驅而下 好 那龍捲風是在什麼 在春夏之間嘛 所以第一 正確答案是有第二的 好 三十一題 北美為世界主要的小麥生產區 下月有關小麥生產敘述何者錯誤 每一個農家的更多面積很大 對 單位面積的產量就會很低 單位面積 為什麼單位面積的產量很低 因為它粗放 土地大嘛 它不用種的密密麻麻的 可是中產量很大 中產量很大 所以 單位面積的產量是很低的 因為它是粗放 它是用粗放 不像我們那個 台灣我們土地小 所以要 要很 很珍惜 我們用集約的 好 三十二題 美國西北 西北沿岸 跟加拿大西南沿岸 是人口聚集 好 美國的西北 私人多餘的海洋氣候 其主要私人多餘 就是我們指 四十度 美國在靠西岸 北緯四十度 以北的 北緯四十度以北的 然後在 靠海的這一邊 叫做溫帶海洋氣候 溫帶海洋氣候就是什麼 暖流跟什麼 西風 所以答案選 三十二題 選A 因為這樣子造成這邊的 濕潤 多餘 濕潤 多餘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二大題的題組 第二大題的題組 來 我們看到圖 這種圖請同學要特別記住 老師在課堂上都有幫同學提醒了 忘了要趕快回床 他說 他說 在台灣的大型範圍 可以看到從美國加州進口的水蜜桃 甜蜜桃 蜜李 好 這些加州 地中海型氣候 地中海型氣候在哪裡 美國的 西南 西南邊 靠海的地方 所以答案 第三十三題 選丁 選丁 好 選丁的答案是選第四的 地中海型氣候 34題 洛農 好 老師要跟講 洛農先入一定有保存期限 所以要在大渡會區的周圍 大渡會區最主要就是五大湖區 五大湖區 這夾以丙丁裡面就是有丙 最靠去五大湖 所以答案選34題 選丁 選C 35 35 洛農業跟什麼有關 市場 就是要你的大都 都會區的 附近 邊緣 都會區的邊緣 跟市場有關 產了之後趕快送到都市裡面去 好 36 下一個代號跟氣候的 類型配對合者是對的 好 我們看圖 假 溫帶大陸 沒錯 丁 注意看到丁 丁它本身是在 來 注意 丁是在這一個洛基山脈 所以它應該屬於 如果是的話 是在高地氣候 所以溫帶海洋是要靠海的 所以丁不對 丙是熱帶 他說丙是熱帶錯 丙是地中海型氣候 霧 霧是什麼 溫帶海洋氣候 所以唯一正確的36題 氣候寫對的 答案選A 老師有教過同學 以四十度畫下去 靠海的北邊 溫帶海洋 南邊 地中海型氣候 比較離海遠一點的中間這一塊 叫溫帶大陸 這樣就很清楚了 好 請問小麥就在 在中在哪裡 溫帶大陸氣候 所以37題 答案就選A 溫帶大陸氣候 這個中部平原這裡 好 即將自國中退休的張老師 想要移民到美國生活 他們希望 當地氣候能夠跟我們台灣 居住最相似的 墨西哥灣向台灣 就要比較靠近墨西哥灣的 所以38題 答案選 墨西哥灣選E 它的緯度跟台灣比較像 氣候會跟我們台灣比較像 好 再看39題 好 39題 南美洲的圖 他說圖中所提供的洋流跟聖晴峰 來 哪一個會是溫帶沙漠氣候 好 溫帶沙漠氣候 注意溫帶沙漠氣候 跟我們的負熱帶沙漠氣候比較不一樣 負熱帶沙漠氣候比較容易 從23.5度通過 所以溫帶沙漠氣候往南邊走 那因為這個地方 注意 釘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因為剛好是 我們跟美國那個地方很像 它剛好風吹過來 它在背風區 背風區 所以比較容易有沙漠的答案是選D 答案選D 答案選D 背風 在背風這個位置 答案選D四個 好 40 40 好 圖中來個地區 急乾燥會成熱帶沙漠氣候 熱帶沙漠氣候 老師剛剛提醒你的 熱帶沙漠氣候是什麼 要23.5度通過 所以答案選B 答案選B 好 以上就是 每週我們整個綜合的一個四題演練 同學要記住 北美 中南美洲 它本身這個倒三角形的地形 同學在寫的時候 一定要把這種地形 從腦海裡面叫出來 這樣你寫題目會比較有概念 地語一定要從地圖著手 你成績才會 會能夠輕易的拿到高分 好 今天的四題演練 老師就位同學介紹到這邊